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公布去年的GDP增长率和青年失业率位置有灌水之嫌 中国高校党委办取代校长办 数十所高校完成党证合并 四川网络作家说要效忠中华民国 得拘留15天 欢迎您收听亚太报道 1月17日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连续第二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中国人口学专家易富贤认为 中国人口衰退将是长期问题 将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请听记者唐延元的报道 本周三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的人口数据显示 中国全国人口为14亿967万人 相较2022年减少208万人 这是中国连续第二年出现人口负成长 数据还显示 中国各省份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为902万人 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6.39 而死亡率则为1110万人 死亡率为千分之7.87 综合以上数据 中国202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千分之1.48 针对中国出现人口减少的问题 本台专访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口统计专家易富贤 他表示中国出现人口负成长的问题 源自于计划生育的政策错误 同时易富贤也指出 中国如今面对的生育率减少 也是国际趋势 数据显示 近年来 尽管中国政府放宽一台化政策 允许每个家庭最多生育三个孩子 同时当局也寄出发放奖励金 提供便宜住房等鼓励生育的措施 但是中国女性生育率还是在不断降低 易富贤就此分析表示 中国如今普遍出现结婚率下降 以及婚姻年龄推迟的现象 再加上中国经济停滞增加父母育儿的压力 上述原因都导致少子化 易富贤也谈到 中国当局如今寄出减免房价等 鼓励生育的方案 恐怕很难有具体成效 中国房价这么贵 所以根本要不及孩子 政府提供一些补措 但是也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政府比较大方 给小孩提供免费医疗 住房 这都有很多优惠 给小孩发现金补贴 但是效果不明显 中国是微富现老 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 模仿日本的政策 所以中国政府生育率 就会比日本还要低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唐元元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 17日发布多项数据指出 2023年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5.2% 值得注意的是 统计局重新发布 暂停公布余半年的 青年失业率 就在经济数据发布前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省部级干部表明 中国金融发展之路 有别于西方 金融监管要掌牙带刺 有棱有脚 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国官方在经济金融领域 又发放新的信号 先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中央党校 安排的专题研讨班 谈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 强调中国金融发展 与西方金融模式 有本质的区别 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领导 针对金融监管要假牙带刺 游灵游角 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等 一天之后 中国国家统计局同时公布 多项经济数据 除了已经被总理李强 提前预告的 全年经济增长率为5.2%外 暂停公布余半年的 青年失业率也重新发布 数据显示去年12月16到24岁的失业率为14.9% 25到29岁的失业率为6.1% 统计局局长康义表示 青年就业有突出的结构性问题 观察中国经济状况一段时间的 经济学者施令表示 根据中国去年每个月公布的数据 如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均差长人意 但统计局公布的全年数据 却量力达标 结果难以扶重 质疑统计局调整数据才公布 他认为房地产和失业率可能比较贴近实况 房地产投资去年下降的幅度大 经过调整后的青年失业率仍然高起 是反映中国经济失去动能的最好证明 中国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表现的数字统计 都存在着水分 但是就业市场惨淡表现的实在是让人大揭眼镜 本身的那些最容易找工作的群体 像20岁之前的精壮劳动力 反而他们的失业率最高 经济增长巨轮 迟滞不前的时候 再加上经济成长动力严重不足 宏观经济的表现差强容易 他就很能地创造一个新的机会 吸引这个青年群体去加热气 经济学者程晓龙表示 综合数据和领导层发放的信号 显示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已经提早到来 所以李强要对外宣传 中国经济增长达标 安抚外资稳信心 对内习近平的讲话 是要向各级领导发放指令 要整顿中国金融的大锅饭 习近平这句话其实讲了一件事 金融危机来了 常规手段解决不了 所以现在这用命令来渡难关 主要针对中国的国内银行 他以为说银行官员 银行的职员不进心解决问题 逼银行把所有的坏项都摧毁来 随便你有什么办法 不然拿了人头来 所谓有灵脚的意思就是说 刀刀要砍出血来 不能手软 比方说谁任内出了坏账 我现在把账算你头上 你给我解决掉 解决不掉我就把你抓掉 你怕还是不怕 他表示要救活经济和解决金融危机 不能只靠强硬的手段 这种手法一定会对 包括银行系统等 造成后患无穷的后遗症 就压着电台记者陈指飞报道 中国各高校逐步将中共党委办公室 取代校长办公室 官方称之为合并 北京清华大学发通知决定将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的职责集成 组建党委办公室 目前 中国科技大学 四川大学 云南大学等 驻使所高校 成立党政办 河南大学党政办人员 对本台证实 该校党政办 去年完成与校长办合并 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14日在校内办公系统发出通知称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 决定将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的职责集成 组建党委办公室 实行一个机构 两块牌子 简称党政办 党政办为学校党政职能部门 目前 清华大学官网的组织机构页面 已经出现党政办的架构 自由亚洲电台 本台记者本周三 致电河南师范大学党政办查询 接听电话的一位女士证实 校长办公室 以党委办公室合并 对 我们现在党办和校办合在一起了 而成为党政办 什么时候合并的 我们是去年 本台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 中国科技大学 云南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海南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以及福州大学等数十所 高等院校 均已成立了党政合一的党政办 校长办公室 则被取消 贵州大学校友 陈先生告诉本台 他在文革期间上大学 当时的党委办和校长办 各司其职 党办是党办 校办是校办 教务上的行政上的事情 都是校办处理 各系都有党支部 党办是处理各系的党支部 发展党员思想汇报 或者是党委会议 也许是两半合一 北京独立记者高瑜 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上个世纪60年代 在他就读大学期间 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 各系党委和系办公室 都是独立运作 分工明确 他说 我真没有想到 现在竟然学校合并成这样 把两块牌子变成一块牌子 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 整个大学的教育 要体现成共党的教育 把学校教育的核心 实际上是变成了政治性 这种合并我认为 从建国以来 也是属于首次 上海复旦大学校友孙小姐 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2021年中国教育部成立的 全国师德师丰 建设专家委员会 并发出通知 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师德师丰建设 加快造就新时代 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该委员会成员 由上海复旦大学等 数十所大学 有关负责人成立 他说 各地高校党委办公室 与校长办公室合并计划 是由这些高校负责人拍板决定的 在上周举行的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表的公报表示 要牢牢把握教育政治属性 战略属性 民生属性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廷报道 四川重庆有阳线网络作家刘尔木 从上个月底 开始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15天 现已获释 刘尔木向本台证实 这次因言获罪 与自己不满执法者侵害个人权益 并称要效忠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有关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我感觉我在中国国内遭到了不公和迫害 我感觉这个政府法律不能保护我 于是我就公开了效忠中华民国的政府 中华民国的版图包括了大陆 去年12月30日 网络作家刘尔木在四川有阳线镇上 被公安扣查 对他实施行政拘留 我刚好下车他们就来来了 拿了有三个警察拿着执法定录仪 他们只是把我2021年办了暂缓的 拘留15天给办了 他们直接把那个传货证给我的二人 把我带到有阳线来给公安局 我个人的判断 他们主要是为了在台湾选举投票 以前把我控制起来 不能让我自由 两年前 刘尔木在当地邮局与员工争执 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警方把事件定性为互殴 刘尔木则坚持自解式政党防卫 并向法院对公安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秀山县法院在判决中 对警方的判断表示认同 刘尔木不服裁决 认为法官判决不公 在抖音平台发布视频抨击法官 其后法院以他侮辱法官为由 对他拘留10天 去年8月 刘尔木宣称 如果二审办案失败 自己将效忠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自己长期对台湾的观察 对中华民国这种充满自由 法治公平的政治体制 有一种向往 案子8月3号开庭 我公开的说了 应该抖音上面公开说了 如果继续遭受不公的结果 那么我就会选择效忠中华民国政府 安全部门找人劝我很多次了 劝我不要搞这事 而且这次我拘留 他们找我很多朋友谈话给劝我 问我朋友跟我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的关系怎么定位的 这次在办案过程中 我不配合他们 拒绝回答任何的问题 也拒绝亲自 拒绝按指纹 因为我没有启动 我没有做事 我的事情 我的行动 还没有开始 1月15日 也就是行政拘留满15天后 刘尔木获释离开拘留所 出于安全考量 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认为 刘尔木能重获自由 是不幸中之大幸 你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 你要忠于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肯定不行对吗 至少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 你已经操作了这个言论自由的犯罪 意识形态的犯罪的话可大可小 大一点颠覆国家政权 三度颠覆国家政权 小一点寻衅知识 刘尔木经常在网上发表评论时政的文章 2016年 他曾因撰文评论 成都严重雾霾的现象 被警方以涉嫌寻衅姿势传唤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高峰香港报道 去年8月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对华先进技术投资禁令 被视为是在限制中国先进技术发展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仍有外界批评 称其效果十分有限 本周三 两位前美国白宫官员呼吁 华盛顿应扩大立法 进一步限制美国资本流向中国军事领域 请听记者经纬的报道 去年8月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 禁止美国投资任何可用于 增强中国军事能力的关键技术行业 以补充此前一系列的对华关键技术出口管制措施 该行政令禁止风投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 向中国的先进制成半导体 量子计算 人工智能等领域投入更多资金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本周三就此举行听证 审查美国资本流入中国军事领域的情况 该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开场直言 中共将先进科技作为其军事和监视国家的机器 这一目标和行动对美国及盟国的安全利益 构成明显且现实的威胁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听证会上表示 在中国当局的军民融合战略下 区分一家中国公司是商业公司还是军工企业 变得愈发困难且没有意义 中国公司通过成立空壳公司和复杂的子公司 可以规避美国的投资禁令 而财政部逐家审查的能力也十分有限 在当今的中国 企业独立只是一种幻想 事实上统治中国的一党独裁政权 对所有实体都拥有强大的权威和影响力 无论是私有还是国有 民用还是军用 国内还是国外 北京已经建立了一个商业和监管生态系统 以促进和强势将军民典用技术转让给军事和情报项目 博明呼吁华盛顿采取部门立法 而非基于实体的立法 国会和政府还应考虑制定涵盖所有战略和军事技术的规则 此外 他还表示 投资禁令还应将现有交易纳入立法范围内 众议院外委会去年审议通过了防止对手发展关键技术能立法 旨在在更大范围内审查美国公司针对中国的投资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超高音速和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 前美国国安会负责国际经济及竞争力事务的资深主任哈瑞尔告诉立法者 通过上述立法加强和扩大政府的初步行动至关重要 这能够进一步防止美国资本流入中国关键技术领域 并填补此前对华出口管制和投资禁令的漏洞 他还表示 中国公司商汤科技早期接受了美国投资 后期其技术用于支持中国当局在新疆的大规模监控行动 但直到19年才触发美国的出口管制 其效力具有滞后性 他说 种种实力证明 针对特定中国公司的管制 无法捕捉美国对其早期和中期投资 哈瑞尔还指出 只有立法明确监管界限才不至于引发混乱 从而最大限度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及投资者利益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加拿大公布一份敏感技术研究领域清单 也名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个国家 共103家机构 对加拿大造成国安风险 其中来自中国的就有85个 沃泰华称 如果与名称上的机构合作 将无法获得联邦资助 请听记者柳飞的报道 忧虑具有敌意的外国势力窃取知识产权 沃泰华要求加拿大研究人员避开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研究组织 否则无法获得联邦资金 周二公布的名单上包括85间中国机构 有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北京航空航太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这份清单上列出了必须受到保护的敏感技术研究领域清单 有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11个领域 声明强调 加拿大研究和开发很重要的先进和新兴技术 可能引起外国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兴趣 他们试图窃取加拿大的技术优势 去年11月创新部长商鹏飞在众议院科技研究委员会上 已经预告即将推出规范细节 当时他说 人们不仅试图获取我们的知识 还试图窃取我们的数据 掠夺我们的知识产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出一系列工具 做出预防措施保障国家安全 去年1月 加拿大环球邮报根据美国战略情报公司 所提供的研究发现 华铁卢大学 多伦多大学 卑诗大学和迈吉尔大学等50所的大学人就人员 在2005年至2022年期间 与中国军方有关的科学家合作发表了许多论文 仅是最近5年 加拿大10所顶尖大学的学者 与中国军方就发表了超过240篇联合论文 主题包括量子密码 光子学 太空科学等 美国和加拿大的情报机构 多年来不断对北京掠夺知识产权和先进科技的问题 发出警告 终于沃太华有了明确规范 前加拿大中华大使赵璞说 我们知道加拿大是被中国机构掠夺科技和知识产权的受害者 这个新措施清晰了游戏规则 我很高兴现在学术研究者都能够更关注当前面对的挑战 沃太华还宣布斥资5000万元创建一个研究安全中心 帮助学术机构应对新的限制 各大学纷纷表示将研究这份名单做出相应的措施 中国驻驾大大使馆批评加方 以莫须有的国家安全风险为借口 将正常科技交流合作政治化 破坏中家两国科技界的开放信任与合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2024台湾大选期间 含有的有七位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李台官选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他们对台湾大选的观察 他们表示新当选的赖清德·萧美琴 长期关心西藏问题 对未来的台藏关系充满期待 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这届台湾大选首度有七名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抵台官选 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加夏政务秘书长扎西加措 第一次在台湾官选 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提到印象最深刻的是 扎西加措回忆 开票当晚和几个台湾朋友一起看计票 虽然各自支持的党派不同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丹曾潘多 也是首次抵台官选 他接受本台访问提到 他选择到眷村看投票 因为随着蒋介石 国民党政府从中国撤退到台湾的人大多住在眷村 不过他看到眷村几乎都只剩下老人 有一些凄凉 在台湾的选举中 统都已经不是一个选项了 他也是一个认同 变成一个认同 西藏精神领袖达拉拉玛在流亡中推动民主 2001年实施一人一票 直选流亡藏人最高政治领导人 而台湾则历经20多年党外运动争取民主 到1996年全民直选总统 比流亡藏人早了约5年 丹增潘多认为台湾的选举非常亲民多元 自媒体很活泼 特别藏人在印度比较保守 证件发表和媒体采访很单一 不少人期待台湾协助中国推进民主化 不过丹增潘多对本台说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裁人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刚起步 西藏它属于国家灭亡自己在流亡的状态 互相之间竞争的再怎么厉害 注意不要伤到根本 在这个方面西藏人会特别的关注 因为他真的是伤不起 竞争不会变成是你所我活 你是敌人 类似这样的方向 当保财人提到 之前到过基金会的台湾总统只有李登辉 时任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秘书长索朗多吉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提到 达瓦裁人指出 台湾的立法院支持西藏的第一个组织 就是萧美琴成立的 达赖喇嘛继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葛桑坚称 首次在台湾官选 他说 跟台湾不一样 我们在全球各地同一天 在每一个地方 凡是有西藏人的地方 都基本上可以投票 选举出自己的领导 所以我们也为其他的族群 或者说其他争取中国民主运动 我们也树立了非常好的一个板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黄 台北报道 节目最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最近发生的热点事件 综合消息 据本台缅甸语组报道 台湾大选结束后 两年前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缅甸军政权 迅速表示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张 有观察家指出 此举是为了取悦北京 并寻求国际支持 综合消息 据中国驻美国使领馆网站的公告 中国外交部 中国领事APP 近日推出海外公民登记功能模块 以帮助海外中国公民 更好获得领事保护与服务 通知要求在美中国公民 根据自己在美居住地址 选择驻美国使馆 或对应总领馆 添写相关信息完成登记 综合消息 加拿大政府周二宣布停止一系列敏感研究清单 涉及人工智能量子力学 太空和卫星技术等领域 公告还列出被视为有国家安全威胁的研究机构清单 将停止对与这些研究机构合作的加拿大研究人员的联邦资助 其中主要包括中国的机构 综合消息 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的关键受害人之一 原北京市封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锐 自2022年9月获释后 持续向中央政法委 全国人大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相关部门 控告制造冤案 对抗亚中央的孟建柱孙力军政治团伙的罪行 上周终于获得最高法院的回复 听众朋友 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韩清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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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